余总 恭喜恭喜 阿斯利公司越来越好 这不是我前女友吗 没想到当初一无是出的你 现在混得这么好 要不我们和好吧 我可比你现在这个男朋友 更爱你 爱我 你根本不配跟他相提并论 他不会像你一样 恶意批判我的外貌 你看人家 你出门都不知道化个妆 就你这素颜 我都不合适带你出门 二 一 好了 雨萱姐姐 你每天都不化妆 却不怕云海哥哥嫌弃你吗 不用你操心 我女朋友是素颜美女 不需要任何修饰都逼你上街 来宝贝 你多拍几张情理好照 他不用像女朋友 招住一个小时节大众的照 我牛腱肉呢 超市卖光了 我就买了点牛肉 那你又不都早点去 我同事难得来家里做客 就要吃个牛腱肉 这年小时都做不好 你那干什么 雨萱 你这菜也 我就按照教程做的 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 谁说的 我觉得也不错 你第一次做菜是这么好吃 我觉得你很有做厨师的情况 这我怎么会说话 是吧 她不是像你一样 恩好的王总 我真的该要发给你 你现在这么早 不晚归的不够家 连晚饭都不够做 公司有个竞争机会 我在争取足照的位置 就是想多用点工 你个大专手 跟人家9万5211的竞争什么 就是浪费时间我跟你说 你个女人你搞什么事业 还不如辞职回归家庭 兄弟 能不能交我点钱啊 我女朋友最近辞职在创业 我最近凑了钱 但还差别 明海 其实我创业的事 创业的事都交给我 你尽管放我去做你想做的事 我会做你背后最坚持的后盾 我之前总是打压你 那还不是为人激励你 你看你现在发展得这么好 但也是我的功劳 真正爱她的人 是不会处处打压她 而是鼓励她 成就她 让她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 闪闪发光 明海总 余总 过来拍照啦 快来给我们拍张合照 听到了没啊 我们拍张合照吧 来 3 2 1 3 2 1